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就要呼應你們的請求 因為很多朋友都想我分享Little Stardust的護膚品 剛巧我自己很喜歡這個品牌 由去年10月第一次接觸他們的產品開始 到現在手上已經有9樣他們的產品了 嚴重入坑 所以我也想拍一條影片說一下對於這個品牌的感受 它也算是比較新興的品牌 大家可能最近關注度高了 詢問度高了 但又不是很熟悉他們 然後他們的價位又比較中價 不是一些開架品牌的價錢 然後我手上這9樣產品 也想跟大家說一下他們的用後感 所以如果大家對Little Stardust的小星層有興趣的話 就不要錯過今天這條影片了 還未訂閱的觀眾 還記得按個訂閱和他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介紹什麼好東西都不會錯過 我覺得我的護膚年資不算短 由大約17、18歲開始認真護膚 到現在30多歲都有十多年的時間 但是長滿不一份短 長滿短的食物及品牌 都算不出這麽多 由去年10月開始第一次認識 Little Stardust之前 我從來沒聽完他們 完全不知道它的那些存在 但第一次接觸對 Maja discussion 有很多 recelter 很久沒試過用一個產品 bijee 這 180瓶 сред 有的感受和效果 他們是一間店鋪除出牌商盒 我也會引揚同不同的品牌 和Soul Skin系列 Star Retail系列來自美國 總共有12個產品 由N1到N12 我手上有其中五樣 N1 Pure Plum是我上年年度最愛護膚品之日 其實這兩個包裝是一樣的 純粹這個新包裝比較方便 小盒 容易收藏 沒那麼瘋狂 我都蠻喜歡的 這個已經是我的第三盒 而第二盒我已經用到做了一個 它是透明質酸保濕安平 一支就是一個星期的份量 裡面透明質酸原料的純度很高 是達到水光針的級數 我想因為這個原因 他們就要做這個保鮮包裝 一個星期內就要用完 以前配方要放進冰箱 現在就很方便了 不用放進冰箱也OK 我手上這盒是最近回購的 480元 總共有5支 有什麼驅使我買到第三盒 就是它真的很保濕 然後解決了很多由乾燥產生的問題 感覺上好像給補品皮膚吃 它的質地不是超流質的 你會看到有一個濃度 但是非常之好推 也很快就已經吸收了 完全不會黏的 我自己習慣就是 但是生理期前前後後那個星期 皮膚特別差 特別粗糙 看不順眼的星期就會用它 用了的感覺 是敷放比較穩定 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生過 因為生理期而出的暗瘡了 非常之平滑 所以我也應記一功 然後N2的Pure Glow和N3的Wonder Mask 都是面膜來的 我亦都跟大家分享過 我自己非常之喜歡 亦都回購了它們 兩款價錢是一樣的 338元5塊 650元有10塊 我第一次敷是用Wonder Mask 一敷上臉已經給了質地驚艷了 很薄 很貼 很親膚 從來沒有試過敷一個Mask的質地 是這麼舒服的 一拔出來的時候 效果是驚為天人 我沒試過敷完一個保濕Mask 效果是這麼好 亦都長三天那麼久 所以我對這個Wonder Mask 是一見鍾情的 然後到Pure Glow 它是有抗衰露 抗氧化 消炎震症的作用 對我來說 最大感受就是 它滋潤感強 多一點 比起Wonder Mask 所以如果皮膚再乾一點 狀況再有多一點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用到Pure Glow 我自己都不捨得很頻繁地敷它 大約一個半星期至兩個星期敷一塊 用來獎勵一下自己做事這麼辛苦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敷完之後 你會覺得皮膚是修復了 然後那種保濕的感覺 真的敷了一次你就會明白 然後就是N10的Wonder Oil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支質地很輕型的Facial Oil 價錢就是$499 30ml 它是我遇過最流質的一個油狀產品 然後推開是很薄 不會有那種厚重的油膩感 是很好推 剛才N1 Pure Plum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但是這個Wonder Oil 因為裡面有玫瑰精油 所以聞起來是有一股很天然的玫瑰香味 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的質地已經吸收了 我自己的用法就是 平時可能敷完面膜 覺得已經夠保濕或者夠滋潤到 不需要再加面霜的時候 我就會薄薄的 可能4-5滴這樣敷開 然後拍上去 做一個瑣碎的作用 或者很適合一些 剛剛開始用Facial Oil 不想要一些太厚重太柔 很怕自己接受不到質地 或者是怕皮膚是不可以 一下子瘦到那麼厚的話 這個就很適合 加上它的成份簡單 它的用途變得很百搭 你哪一樣護膚品不夠滋潤度 加一點點下去 就已經可以提升到滋潤的感覺 輪到Style最後一件產品 它們的N12 Creamy Therapy 這款中文名叫再新療膜 售價是429元 有60ml 它是一個Gel狀的Cream Mask 它塗出來好像一層有厚度的Gel 然後就形成了一個膜的感覺 大家看到它是可以被皮膚吸收 完全不會黏黏的 分享一樣很好笑的給大家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看到它寫著Creamy 質地又那麼輕薄 我就以為它是日霜 那我就塗在臉上 我就覺得為什麼 總是有層膜的感覺 不管了 照化妝照出去做事 一天回來之後 我下妝 沒事沒有乾 我又沒有焗到粒粒 也沒有什麼粉刺 那些東西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 不是很對路 質地不妥 我上網看才知道它是一個Cream Mask 好幸好它做到滋潤保濕之餘 它不會焗到皮膚出粒粒 是一個非常好的證明 那之後我就醒睡了 我晚上如果有時候懶 我可能塗完少少精華之後 我就直接口敷它用來睡覺 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皮膚很飽滿 很細緻 聞起來都有一股很香 很舒服 很舒緩的味道 然後另一個系列叫做Soul Skin 是來自丹麥的 我都有四樣產品 跟大家分享 這支是他們的Tone Serum 中文名是活肌露 380元有120ml 這支是異常地耕用 它的份量是不用多 不需要用到化妝棉 我覺得用手用上臉上就是最好的 你們看到我倒出來 不是那些水流流的 大約兩三滴就已經是全面的份量 然後你推開它 有少少精華的厚度 但是呢 是Toner的感覺 比較多 它可以舒緩敏感皮膚 抗炎 真正退紅 排毒修毛孔 然後裡面有 保加利亞玫瑰花水 所以聞起來 都是有一股很香 很天然很舒服的玫瑰花香味 我用它最大感受就是 拍完上臉吸收完之後 皮膚變得非常柔軟 它是主打修復的 所以就不要預期它有很強勁的保濕 或者是美白的功效 剛剛活肌露 就是介乎於Toner和Serum中間 現在我手上 這個月光還原精華 就真的是Serum來 這款Moonlight Serum的價錢 是$550 有30ml 擠出來是比較稠 然後 我看看大家 會不會看到 它有些閃亮亮在裡面 推開出來 你不會看到有閃粉 然後質地 是有少少厚的精華 但不是粒粒 你會看到一點黏粒感都沒有 只不過是有一個厚度 剛才大家看到閃黑的成份 是白金的成份 所以 為什麼這支這麼小小的 單價比較貴 它主要是可以強效抗衰老 抗氧化 緊致皮膚輪廓 淡化細紋 以及色斑暗瘡印等等 我有朋友用完一支之後 意外收穫是毛孔收細了很多 所以它馬上扣了幾支放在家旁邊 然後我看到上網說可以塗在眼底和頸的位置 去黑眼圈和紋理 我自己就很期待 因為我用了不太久 大約一個多星期左右 暫時還未看到很顯著的效果 就算是油性肌膚 聽到功效這麼強 成份這麼厲害 都不需要卻步 因為質地是完全不會黏黏 不會焗身 是很輕透 然後很滑身的精華 然後就是一款深層清潔面膜 他們的The Pink Power Mask 這個粉紅淨化膜的售價是$429 有100ml 我記得有拍片說過 我未遇過一個深層清潔面膜 質地是這麼奶油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點都不會乾 不會是那種白色乾的泥膜 是很奶油很滑的 坊間有很多款泥膜 我試過敷在臉上 藥乾時間會變乾 然後有些甚至會裂 你試過的時候 會扯到皮膚很辛苦 這款就不會了 它都能保持到 是比較奶油一點 它是會變乾一點 但是不會乾到裂 很辛苦 很扯著皮膚 而且是很容易清潔的 你基本上有些濕了的洗臉筋 或者毛巾一抹就已經清潔到 質地是一個賣點 然後功效上我真的感覺到它做到清潔毛孔 因為之後用的護膚品 是吸收得更加好的 特別是你用完它 再敷那個WONDER MASK 保濕力是強了十倍 沒有那麼誇張 兩三倍一定有的 但是如果你的毛孔 可能是比較髒 多黑頭粉刺的朋友 要不就敷得比較密一點 它的清潔效果 我覺得未到平時用的那麼強 但是如果像我這樣 皮膚沒什麼太大問題 一個月用一次 我覺得很足夠 馬上可以給大家看看對比了 剛剛這個手敷了大約十多分鐘 即時提亮了 白滑了 最後就是他們的Second Skin Tint Moisturizer 這一款物理防曬 就是320元有30ml 它的防曬是數有SPF 30PA 所以一般日常生活 不是戶外活動的話 都可以的 上個禮拜我出了一條防曬實測影片 其中一個對象就是它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按上面去看那條影片 它只有一個色號 所以我自己平時的用量 就不能太多了 這裡對我的手來說 都比較多 因為如果太多的話 在我的膚色來說 它就真的太白了 但是你推開了之後 它是一個膚色來的 不是一個死白顏色 比較自然一些 它的質地不像一些粉底液 那麼creamy 那麼容易推開 需要一些時間 慢慢把它推混 然後遮瑕度有 不過很低 遮不到我的黑眼圈 所以我會建議一些朋友 如果你平時都打算上粉底 你需要一個遮瑕度的話 我覺得用平時一些透明的防曬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素眼的朋友 你找一個有色防曬 可以提亮膚色 均勻一點 平滑皮膚紋理的話 它是非常之不錯的 然後大家都要注意分量 不要像我這樣 很貪心 第一次用 一推開整個臉 超白的 大家真的要少量多次 推開了它 不夠才再加 就可以做到一個完美一點的妝效了 以上就分享完我用過LITTLE STATUS的一些產品 我真的非常之喜歡它們的品牌 用它們我從來沒有試過敏感 甚至乎在敏感或者皮膚差的情況用它們 是會做到修復 然後皮膚慢慢變好 而皮膚好的時候用它們 是可以穩定在一個皮膚好時光 所以我真的非常之喜歡 如果要數它們的缺點 有兩個 第一 就是它們的單價真的有一點點高 令到 譬如未用過的人 有些卻步不敢試 然後其次 就是它們的門市 在K11秒市 真的有一點點隔離 有一點點遠 希望它們可以開多些門市 開多些分店 方便大家去買 或者當然大家可以去它們的網上商店買 希望今天這條影片可以令大家認識更多 LITTLE STARDUS這個新品牌 如果大家想試的話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我會繼續試它們不同的產品 然後繼續燒大家 今天這條影片我不知為何不斷吃螺絲 會不會覺得我說話好像很不靈禮 最後我拍了三個半小時 所以我發生越來越差 是真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頻道 我每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間的新片 逢星期六間的新片 逢星期六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